我先跟大家報告我的看法 我改變說 無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之前的講法是說 因為柯文哲是這個民調領先 如果韓國瑜不出來的話 柯文哲就變總統 如果目前 所以我現在改變 不管柯P有沒有選 你管他柯P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我會把我的理由講在後面 那第二個呢 就剛剛主持人提到 如果國民黨亂提名 韓國瑜要有獨立參選的準備 如果國民黨胡搞下搞的話 所以連署是給韓國瑜用 這個是內行的政治記者 如果國民黨亂搞 他這個萬分之一 不能拿出來用嗎 他也是萬分之一啊 這個也是萬分之一 大家都是萬分之一 就是這個流中不發 就是說如果他的萬分之一 不拿出來的話 他的萬分之一就拿出來 沒錯 主持人你講到我的邏輯之中 如果國民黨亂提名 前提要在這裡 韓國瑜要有獨立參選準備 為什麼 我做個解釋 因為總統是全國最重要的職務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一任四年影響深遠 所以有人講說 我當四年就好不行 我覺得那四年也不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鬼混很多年了 不能再多鬼混 已經鬼混很多年了 我們落後 落後那個太那個了 我現在你知道我在講誰 但是你不能講出來 要選呢 要選當然要選最好的 你要選當然選最好 我選個二軍三軍來當總統 那總統就很重要 待會兒我們會提到蔡總統 已經執政到末期 已經有點胡搞瞎搞了 所以我請觀眾朋友 原諒我的轉彎 我認為就不管柯文哲什麼 也不管這些大佬內吼 你看我都不談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選 那我跟大家做個解釋 我們全國人口大概兩千三百多萬 我們的公民有一千七百多萬 我們開票出來 一千三百多萬 我只是其中之一 那主持人我的決定是這樣 如果二零二零中大選的選票 總統候選人如果沒有韓國瑜 我就不投了 你可以在選票上面自己寫韓國瑜 然後蓋個帳 那是廢票 你想騙我 你不要騙我 我就不投了